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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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看元札剧 可是我想上课的方法就是 本来我都是想说先看豆儿渊 豆儿渊那个剧本就可以一边看 然后一边把元札剧的体质的问题 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可是后来我就想说我把它翻过来好了 我把体质的介绍跟豆儿渊全本的进度放在后面一点 我们先选99页 这次叫裴少俊墙头马上 我们先上这个课 可是这个呢我们只选一折 所以我们课本也是只选一折 那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是元札剧的读法 我想我先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 就是我们先不读一个完整的剧本 不读完整的剧本 我们只单看一个剧本的第一折 可是我想通过这个呢 让各位对于元札剧怎么样去说故事 怎么说故事 怎么塑造人物 有一点认识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看豆儿渊 也就是我们先进入这个情境以后 我们再看豆儿渊 然后再同时去解释一些比较知识性的问题 就是包括元札剧的一个剧本的体制 这些东西 那么或许各位在情感上 接受元札剧的时候 会比较顺畅也好 所以我们会跟大纲的次序 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先选这个99页的裴少 剧名叫裴少俊墙头马上 这元札剧的仪幕都很长 就叫裴少俊墙头马上 可是通常因为它题目很长 所以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 常常又会找一个简单的题目 用一个所谓的简题 简单的题目 正在这个很长的句子里面 掐出一个关键词 当一个它的简题 所以它的证明是裴少俊墙头马上 那如果我们要掐出它的一个简题的话 通常掐什么呢 应该不会只掐裴少俊 而是用墙头马上 所以这个简题 简单的题目就叫墙头马上 好 那99页 各位先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这个我们现在读的是原长剧 那么作者是这个白符 白符自人符 我们这个简单的记一下 然后后面这些呢 它作的杂丽 它作的杂丽十六种 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是 99页的倒数第四行 有墙头马上这个戏 有吴红语 吴红语就是唐文皇跟杨贵妃的故事 唐文皇秋夜吴红语 完整的题目是唐文皇秋夜 秋天的夜晚 唐文皇秋夜吴红语 秋天的夜晚听雨 雨洒吴红 而思念杨贵妃 思念那个赛马维托的杨贵妃 所以吴红语 这个很熟悉的故事 唐文皇秋夜吴红语 也是白浦的作品 好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东强记 东强记比较不有名 也有人认为可能不是白浦的作品 所以白浦的作品 大概最主要的就是 一个墙头马上 跟一个唐文皇秋夜吴红语 那我们上课要选的就是墙头马 要选的是墙头马上 好 那么我们今天上课上这个呢 所以关于原杂剧的体质的问题 它的体质的问题 我就先不多做介绍 可是各位首先记得两点 记得原杂剧体质里面的两点 就是一百页 一百页的体质 体质的第一行 第一行最下面那边 原杂剧的体质 各位第一个先记录的是 一本四折 一百页第一行下面 一本四折 一个剧本 一个剧本分四个大段落 一本四折 所以这是原杂剧固定的 固定的一个篇幅 固定的篇幅 也可以说剧幅 戏剧的那个幅度 偏幅和剧幅 是一本四折 是严格的规定 偶尔 偶尔只有几个戏是例外的 那都是很少数的 是例外的 就是不限于四折 或者五折 或者六折的 那是很少数的例外 它的规定 原格体质上的规定 就是一本四个大段落 那么为什么是四 这个受到送 受到送杂剧的影响 我们前面讲过 送杂剧 送杂剧是一个小戏群 它包括前面的这个燕段 然后两个正杂剧 跟最后的散段 所以送杂剧的四段 影响到原杂剧 所以原杂剧的体质的部分 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重点 可是在进入 根本墙头码上之前 各位先记得一个是 任何一个剧本 都是四折 四个大段落 而我们今天讲墙头码上 只选第一折 我们不讲全部的 我们只选第一折 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个 让各位先从文学上来认识它 那么一本四折的讲法 就放在豆尔圆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是 一本页第一行的一本四折 接下来一本页的第二行 第二行下面有一个 一人流畅 这也是原杂剧一个很特别的规定 它是唱是戏曲 是无曲不成戏 没有曲成不了戏 无曲不成戏是戏曲 那么戏曲当然唱的部分很多 有很多很多支曲牌 有很多支曲牌 可是原杂剧的规定是 这么多支几十支曲牌 其实这曲牌却只能够从头到尾 一个人独唱 这是原杂剧的特别的规定 为什么会有这样体制上的规定 应该是受说唱文学的影响 因为原杂剧一方面受到 小戏里的送杂剧影响 一方面受到另外一条支线 就是说唱文学的影响 说唱文学理论上 理论上是一个人说故事 所以一人独唱 所以等一下我们读 光读这个剧本一本四折 可是我们只读第一折 而且要请各位注意的 就是这个第一折 有十来支曲子 十来支曲牌 可是按照它的规定 都是一人独唱 所以十来支曲子 只有一个人可以唱 好 接下来各位看第二 同样是一百页第二行 一百页第二行 一人独唱下面 我写到的就是 这个主唱者 你只有两个可能性 不是正诞唱就是正末唱 没有其他角色可以唱 一人独唱 不是正诞就是正末 没有其他角色可以唱 什么静啊 这些角色都不能唱 不能担任主唱者 主唱者不是正诞就是正末 可能凡是由正诞主唱的剧本 这个剧本就叫淡本 就归类到淡本 由正末主唱的剧本 归类到末本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 很严格的一个规定 一人独唱 或者叫一人主唱 那么主唱的人 只有两个可能 正诞或正末 如果是正诞主唱 这个剧本就称为淡本 那么正末主唱就称为末本 而今天要讲的墙头马像是淡本 是由正诞所主唱的 是这个剧中的女性的主角 可以唱的 这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剧本之前 我们先对原杂剧的体制 有这两个最粗浅的认识 一本四折 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一折 然后第一折里的时来之曲牌 都是由一人独唱 那么这个主唱者是正诞 所以这个剧本是属于淡本 那么这样的剧本 各位立刻会想到 这是一个谈恋爱的戏 谈恋爱的戏 男女主角在第一折见面 那非见面不可 总共才四折 总共四折第一折还不见面 谈什么恋爱 所以第一折男女主角见面 可是只有女方可以发言 男的就只能讲话 不能唱 讲话在台上的份量 是不及唱的 你讲一堆话 不如我唱一支曲子 来得吸引人 所以这个剧 这是它的体制上的限定 体制上的限制跟限定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下 编剧要怎么样去推展这个剧情 怎么样去把这个谈恋爱的情节 把它推展下去 就变成我们需要 来一起读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就先简单介绍这样以后 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折 整个戏的一开头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就是102页开始 第一折的部分 那么其他有一些角色 或有一些体制的东西 我就在这边就不多看 好 全剧一开始 一开始先是由一个冲末 这个角色 冲末这个角色 属于末这一行里面 冲末这个角色 扮演剧中人 叫裴尚书 而且他引着 他带领着一个老旦 这个老旦是角色 所扮演的夫人 裴尚书的夫人 所以由这个裴尚书 引着他的夫人 先一起上场 这是男主角的父母 男主角的父母 由裴尚书 引着他的夫人 一起上场 那么裴尚书 是这个剧中人 裴尚书是剧中人 夫人也是剧中人 那么扮演的角色 是冲末这个角色 去扮演裴尚书 老旦这个角色扮演夫人 那么这种剧本的写法 由舞台提示 这个阔谷里的东西 就是舞台提示 它会提示我们 先出场的人是谁 而各位注意看这个 是冲末扮演的裴尚书 引着老旦扮演的夫人上 所以主词在哪里呢 是裴尚书 不是夫人 所以下面念的话 阔谷下面就是他们说的话 下面说的话是由那个主词 是由裴尚书来说的 而不是夫人 所以就是舞台提示 舞台提示里面 常常会提示有 不止一个人出来 可能会有两个 甚至三个人出来 可是谁是那个主词 下面的台词就归他讲 所以第一个舞台提示 让我们知道 裴尚书带着他的夫人上 然后裴尚书开始说话 而他说的话 是念四句诗 诗云 念四句诗 为什么人舞一出场 不是直接进入对话呢 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对话 要先念四句诗呢 就是要安定全场 安定全场 因为台下可能闹轰轰的 那刚才那我一出来 我就直接进入剧情的话 怕观众来不及接受 所以我先念四句诗 四句诗是押韵的文字 我即使不用唱 即使用念 用押韵的文字念四句 它很整齐 立刻就可以抓住观众 让观众集中注意力 所以通常人物出场 都会先念诗 通常会念四句 有的时候只念两句 四句或两句 可是无论如何 它是押韵的 要是字数整齐的 这个一押韵一字数整齐 就可以安定全场 因此这个诗 就是称为定常诗 镇定 安定全场 定常诗 因此冲默扬眼的陪尚书 他一出来念了四句定常诗 满腹诗书七步财 且以罗山秀福相哀 今生坐下荣华腹 不是读书哪里来 念了这四句 这四句定常诗 这个俗文学 通俗 小说戏曲都是通俗文学 俗文学 俗文学里的诗 所谓的诗 没有诗词歌赴那个诗 要求的那么严格 俗文学里讲的诗 就是一般的压了韵 字数整齐的就可以 并没有评测 没有评评测评 这么严格的讲究 所以他只是在所谓诗云 这个诗只是说他压韵 而且单数一三五句 不压都没有关系 只有二四六 双数句能够压上就好 所以他就是一个 能够压韵 然后字数整齐的句子 能够安定全场就好 那么通俗文学的诗语是这样 然后这个诗呢 你可以胡乱的随便念一念 人在桥上走 水在桥下流 这样也可以 这也算是两句定常诗 因为走跟流不是也都压韵吗 这两句没什么意思 你随便念 人在桥上走 水在桥下流 这两句也可以当定常诗 可是比较讲究的 比较好的作家们 他会用这个定常诗 把人物性格投射在里面 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所以陪圣书这个人 是朝廷的大官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说的是 满腹诗书七步禅 以罗山秀福相哀 今生能够坐享荣华富贵 都是靠读书啊 不是读书哪里来 所以这四句就很简单的 把陪圣书 他是哪一类的人 他是一个读书人 而且坐享了荣华 就是坐到高官的读书人的性格 就点出来了 他念完四句定常诗以后 他要向观众自我报名 他要告诉观众我是谁 你看这两地方 都是一个说唱文学的影响 我们今天看电影 看舞台剧 不太有这样子的 看电影 谁是谁 绝对不会是那人 对着一幕说我叫什么 对不对 绝对不是这样 一定是通过对话里面 另外一个人叫他是谁 观众就知道了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是谁 可是在传统戏曲 在原杂剧的时候 说唱文学的痕迹 都还没有丢掉 说唱文学 遗留在戏里的 那个痕迹没有丢掉 所以人物出场都是自我报名 直接告诉观众我是谁 而且不止自己报自己的名字 还包括我的集幻 我的家事 我的好像履历表一样 把自己的履历报告给观众 还有我现在要做什么事 我要想什么 都直接告诉观众 这一大串 人物出场的时候 自己报姓名 报家事 报履历 报心里所想的事情 这一大串 我们叫自报家门 自己报告自己的家门 就是好像我整个家庭状况 报告给你听两次 自报家门 自己报告自己的家事履历 所以四句定场试完了以后 进入到这个家事履历 自报家门 然后裴上书就说 老夫我 是公布上书 裴行俭事业 而且他不仅报自己 还把旁边 跟他一起出来的人 他的夫人 也一起介绍给观众 这是我的夫人柳氏 夫人柳氏 还有那个还没出场的 我的孩子 叫少俊 陪少俊 所以夫人柳氏 孩儿少俊 对不对 整个家门报告给你听 整个家庭的状况 老夫是裴行俭 这是夫人柳氏 还有一个我的孩子少俊 方今唐高中即位 遗奉三年 自去年 嫁信心语言 见荒物狼藉 不堪有赏 奉命前往洛阳 不问全豪 世药之家 拣选齐花意会 何乃花簪子 趁时栽结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他说 我现在是唐高中 那么去年 皇上 驾信西御园 皇上高中皇帝 到西御园的时候 发觉御花园里 花物狼藉 不堪有赏 所以觉得很遗憾 所以皇上呢 就叫 就叫我们做官的 我是上书 就叫我 我叫我奉命啊 去到洛阳 叫我到洛阳 去买花 花 花种 去买那个花的种子 回来 去到洛阳去 不问全豪事要 全豪事要 就是全贵 全贵之家 不管对方 是不是全贵之家 只要他家里 有奇花异草 我们就给他买回来 而且买的时候 是平价购买 所以不论全豪事要之家 不管他家 是不是全豪事要 我们不都奉命 要去洛阳 去拣选 奇花异会 然后把它 和乃 和乃就是平价购买 平价购买 买回花鸟 花簪子 花簪子就是花鸟 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家 只要有奇花异会 皇上就叫你去评价购买 回来这个花鸟 然后带回到西御园来 趁时栽结 为老夫年高 奏过官礼 叫孩儿少俊 承勋迟以戴某前去 皇上神令我去洛阳 可是因为老夫年高 所以我奏过官礼 向官方 向君王 我启奏过 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代替我去 我就不去买花了 所以叫我的孩儿少俊 承轩迟以 就是奉命 奉命出城 奉命出京 奸城前进 让我的孩子承轩奉命 奉命迟以 就是奔走 奸城而行 很快的加鞭 奸城而行 去那边去买 买花苗 希望皇帝能够阴隐我 能够让小孩 带某前去 自新增为始 得了六日宣献 那地是老夫有福处 这个原杂区的语言 我怕各位不太熟悉 我先讲慢一点 当时的这个语言 他这是口语 是一般说话的口语 可是跟今天的口语 当然很不一样 我怕各位有些 还不太懂 你慢慢看 所以我皇帝 当地让我小孩去 而且自新增为始 从正月开始 得了六天的宣献 得了六天的期限 王生能够让我儿子带我去 那地是老夫有福处 这还是看我面子大的 是别人请 说人带去的话还不行 这个语言各位熟悉的 我们再看一下 老夫公布上书 陪行简事也 夫人有事孩儿少俊 当今唐高宗即位 遗奉三年 自去年驾信 西域原见 花木狼藉 不堪有赏 奉命前往洛阳 不问全豪 世药之家 玄简齐花议会 何买花簪子 趁时簪接 是为老夫延高 奏过官礼 将孩儿少俊 承轩实义 带牟前去 自新增为时 得了六日的宣献 那地是老夫有福处 这样稍微熟悉一点 你看 他完全是叙述 叙述表白 这是戏曲受说唱文学 非常大的影响 很多东西不演的 不是演出来 就直接说给观众听 直接交代 那么可是当然到关键的地方 还是要演的 他就等于这个笔墨之间 编剧的笔墨之间 有一个浓淡的区别 所以不重要的是 一个前提的交代 他就一直用说的 很简单的就是说 今天这个事情的开始 是因为要去洛阳采花 那么我叫我小孩去采花 我没去 然后那是我面子大 皇帝答应让我孩子去 接下来他就讲他的孩子 讲这个男主角 陪少俊 那你看他怎么向观众 介绍他的孩子 这时候男主角没有出来 所以他下面这段介绍 是观众对男主角的第一印象 所以观众对这个戏的 陪少俊墙头马上 对男主角陪少俊的第一印象 来自他父亲口中的叙述 他父亲口中的介绍 他父亲对他的介绍 有一串 一大串 少俊他三岁能言 五岁诗字七岁草字如云 十岁吟诗念吼 财貌两全 金诗人美乎为少俊 年当诺官未曾娶妻 不欺酒色 你看这段话 这个老爸爸讲到 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非常等意 把他儿子所有可以拿出来 宣示的事情通通都讲了 包括他三岁就能说话 其实蛮好笑的 他拿到三岁才能说话 三个月就能讲话了 对可是他爸爸看起来就觉得 我这个儿子厉害 三岁就能讲话了 五岁就认得字了 你回想看他 你五岁就能认得字 早就读幼稚园了 快上小学了 当然认得字 可是这段话也觉得 自己儿子了不起 这个地方我不是说 他儿子是一个迟钝的落诀 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爸爸反正就讲儿子 怎么讲都是通的 而且儿子是个书生才子 他少文江的少俊 三岁能言 五岁是子 七岁就草字如云 去他的小学二年级 当然他都会写字了 十岁就能够吟诗应口 而且长得不错 才貌两全 所以京师里面的人 都叫他少俊 所以我为他取的名字 是取准的 我看准他将来一定会少年 我看着他少年就会英俊 所以我就给他取的名字叫少俊 所以京师人也就都称他为少俊 所以爸爸讲起儿子 好得意 好满意 而且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 年当若冠未曾娶妻 还不清酒色 他很放心他的儿子 不喝酒 不好色 所以每天只知道吟诗应口 只知道读书 这是我们家的好儿子 所以如今拆他出去公干 万母一诗 叫他去洛阳采花 绝对不会有错 这个戏有趣的就是 果然他去洛阳就采花回来了 所以采花是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情节的安排是去买花簪子 给这么一个老实的一个年轻人去 他爸爸还很放心的 好你想想看 观众对陪少俊的认识 就是突然到了口中讲的 哦原来是这么一个人 少年英俊又木纳老成 很乖的读书人 所以观众先接受了这个印象 好那么他参大去公干 万无一诗 叫张谦服侍摄人 这个服侍就是我们边写衣服的服 就是伺候服侍他 服侍着摄人 摄人就是公子 服侍着我们家的公子 张谦 这个男子戏里面的书筒 大部分都叫张谦 所以他反正大部分都叫梅香 什么梅香张谦 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一类的人 好 所以现在他去洛阳 我叫那个书童张谦 去跟随他去 一路伺候着他 服侍着公子 在一路上修教他无形 不过这句话随便说说 他绝对不会乱做事的 我很放心的 叫他去替安买花 咱们去来 好 好这段话是陪尚书 带着夫人出来 然后陪尚书一个人说的 对观众说的 说完以后 你看又有一个舞台提示 一个阔弧 下 说完了他就下台了 所以这第一折里面的第一场 第一折的第一场就是 两个人陪尚书 对夫妻两个出来 出来站在台中间 然后陪尚书说了一番话 夫人都没开口 然后陪尚书说完 他们俩就一起下台 这个是传统戏曲 这个是原杂剧的叙述 他的叙述有的时候超过演戏 就是受说唱文学影响以后 这个叙述表达的成分非常非常重 可是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限制 是说唱文学这个历史的限制 可是好的编剧是能够运用这些的 所以第一折第一场非常简单一块 等于说把所有的男方的家庭介绍了 就是这样的父母 然后这个一个独子 然后观众也听到了 男主讲是这样的一个人 说完两个就下台 不用多讲 因为本来就没事 接着第二场 第一折里的第二场 女方的家长出来了 另外一个舞台提示说 由外扮演李总管 女主讲的爸爸李总管 外 外是也是末这一行的 也是末这一行 就是外末的简称 外末的简称 男主讲是正末 男主讲是最正点的末 正末 那么最正点的末不够用 所以在外加一个末 男配角 所以外是外末的简称 这是女方的爸爸 外末代言李总管上 然后也说话 也跟观众自保家门 老夫姓李 双明世杰 乃李广之后 当今皇上之族 狄亲三口儿 夫人张氏 有女孩儿 她的小字叫千金 她叫女主讲叫李千金 名字就叫千金 很土一名字 我的女儿名字叫千金 年方一十八岁 犹善女工 犹善自秀 身通文墨 质量过人 而且文才很好 又长得漂亮 身通文墨 质量过人 容颜出世 先跟观众介绍 我女儿多漂亮 然后今天 她是怎么一个状况呢 是老夫前任经兆留守 因为讽刺武则天皇帝 因为曾经讽刺武则天皇帝 所以被贬折了 降为洛阳总管 所以当年曾经是高官 经兆留守 现在这个 后来被降职了 那么当我是高官的时候 我曾经跟裴尚书 一结婚姻 老夫当初曾与裴尚书 一结婚姻 所以原来男主角跟女主角 是早有婚约 所谓指父为婚的 可是后来呢 只为换路相左 所以将此事都不提起了 所以这女主角的爸爸讲 我的女儿早就许过人了 许配给赔尚书的儿子 可是后来因为我被贬折了 换路相左 这个相左的意思 是说降职不顺利 不是说跟他不合 是不顺利 我的换图上不太顺利 因为我在官场换图不顺利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都不提起了 曾经只赴为婚 可是这件事后来就都没提了 所以将此事都不提起了 这是交代他们家过去的一大段历史 然后接下来要讲当下的事 如今此刻左思家勾换我 左思家有一个这么一个官员 他勾换我 就是呼唤我 召唤我 这个人不重要 根本没出来的 就是今天这女主角的父亲说 今天那个左思家召唤我 所以我今天就要启程 今日变形 这讲的只是说他不在家 这件事爱情才能发生 所以今天我要走了 今日变形 由下夫人跟我的女儿 谨守闺门 到我回来 另一亲事 未为迟也 然后他又下 你看这个进行 这个戏剧的进行 前面非常简单 根本没有戏剧性 非常简单 一直在叙述 男方的父亲跟家长 跟妈妈出来 说了一番话像 然后女方的父亲 说了一番话像 而观众知道 哦 原来这两个人是 从小谈 异过亲的 结过亲的 可是后来没有 没有谈下去就是了 那今天女主角的爸爸要出门 哎 有什么事会丧生 接下来第一折 第三场 男主角出来了 正墨 最正典的墨 对不对 正墨 男主角 但陪舍人 陪公子 就是陪少君 陪公子 陪舍人 引着他的书筒 张迁 陪舍人 引着张迁上 然后你看主词是在上面的 主词是陪舍人 所以说的话是陪公子说的 小生 公布上书舍人 公布上书的公子 陪少君 你看他然后下面 他怎么自爆家门 他把同样的房子 还报一遍 我三岁能言 五岁诗字 七岁草振如云 十岁 银诗应口 财貌两全 金诗人一昧 忽为少君 免当若冠 未曾取气 为金诗书 不通语色 跟他爸爸的口吻 完全一样 一字不差 所以观众又听了一次 观众对他的印象 先是听爸爸讲 然后人出来的 再听他自己口中讲一遍 观众就认定了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是不通语色的 一个不金语色的人 观众先这样接受他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他完全利用一个叙述 和利用自爆家门 这是受说唱文学 这个历史原油的影响 受说唱的影响 所以人物出来 是要向观众报告 我叫什么 我加油什么 我是干嘛的 要这样自爆家门 可是这个编剧白谱 就利用这种自爆家门 加深观众印象 加深 观众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听了两遍 三岁能言五岁诗字 听了两遍以后 后来对他形象的逆转 才有利 就是观众先得到一个 是不金语色的印象 然后后来发现 这么金语色 那就很有趣 所以把他这个人物形象 是这么反推出来的 然后先知道他讲一遍 然后等人出来 在一样的话讲一遍的时候 非常有戏剧效果 虽然他用的都是一个交代交代叙述 都是我一直 到现在我一直没有任何表演 都是人站在中间观众讲话 可是戏剧性慢慢透出来了 好 我就让我为亲师叔 不通缕色 今天成宣实意 奉命奸诚前进 前来洛阳 不问全行事料之家 名媛家土 玄简其画 何买花簪子 今天我是来洛阳采花的 那么何买了 平价购买了花苗以后 就用一车装送 来日启程 你看到这里 这个事情已经办完了 就是那个时间是跳的 那么为什么时间可以跳 前面陪尚书出来的时候 这件事他还没出发呢 陪尚书出来的时候 只是说将有这件事 我儿子将要去洛阳采花 而等到隔了一个 李总管出来以后 再等到陪公子自己上场的时候 花已经买好了 本已经在洛阳了 这在一上一下之间 中间的时间过了好久 过了好多天了 因为这中间不是重要的事 那个真的彩花不重要 那个抽象的彩花才重要 所以真的彩花不用演 所以他说我现在已经来好了 我人才洛阳了 事情干完了 用一个车装送 来日就要启程回去了 可是今天呢 今日来三月初八日 上四节令 好就吴代了一个节气 上四佳节 不是那个自己的节 成四五位的四 上四佳节 这个节日啊 洛阳这边的王孙世语 会清晨出来游赏 玩赏 会清晨玩赏 张青 咱们也同意去看来吧 这个美 美 我 你那个每天的美 就是我们你们的门 我们在词选读过的 对不对 那个美 就是门的意思 词选好像有 词选有读过 没有没有 词选有读过 就是这个是宋元时候的口语 宋元的口语 写我 写每天的美 就等于我们你们的门 不是写错字 不是错字 是宋元的口语 所以咱美 就是咱们 咱们咱们俩 我们两个人 咱们 我同意咱们 我们一块去看起来 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 听说上四佳节这里很热闹 清晨的王孙 乐阳王孙世语会清晨而出的 我们一块去看 然后他就下了 所以你看第一折已经三番上下 可是时间推移了 事情办完了 然后我们知道 今天腿设人要在洛阳 在游览了 到第一折第四场 正半女主角 最正远的大片 女主角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正半半的就是李千金 名字就叫千金 带了一个李千金 你看她的丫头 是不是就叫梅香 所有的书童丫头 反正就是张强梅香 就这样 正半半李千金 领着丫头梅香上 然后又自报家门 不过后面的报越来越短了 因为前面 陪上书报了一堆 李总管报了一堆 观众已经对两家都了解了 所以后面就很简短的 报一个姓名就好了 李千金上来说 切身李千金事业 那就是我 前面讲了半天的那个 好 就是我 好 现在我来了 然后立刻 报名完了以后 立刻记录戏剧化的情节 今天是 监日是三月上四佳节 我王臣佳节 是好春景也和 好 他讲了一句 今天外面好春景 然后梅香 这种丫头 好 就在旁边讲 小姐观众春天真好紧致也啊 然后正在 正在房间里 在她的闺房里 正在就说梅香 你看正在眼睛望向外面 她人在闺房中 眼睛望向外面 哇 今天好节日 外面好漂亮 春光好 人也多 然后梅香呢 说对啊 春天好紧致 然后正在又接着说一句 梅香 你看 你去着 你看着 唯一瓶上 瓶风 唯一瓶是瓶风 她人在闺房内 闺房中我们词选读过的 床榻跟瓶风相连 闺房的小姐的床 前面一定有个瓶风 床榻跟瓶风相连 然后室内一定也有很多瓶风 以前的闺房要层层叠叠的 要做一个屏障 所以你看这个小姐 眼睛看着外面春光好 可是回过头 她不好意思直接说要去玩 她就先从室内的屏风 屏风上面画了很多财子家人 双宿双飞的图 画的或者是绣的 屏风上不是白的 而是有这样的图像 所以她跟梅香说 你看到没有 你去 你去着 你看着 你看着围屏上 屏风上的家人才子 适与王孙 好华丽啊 这个图像绣的或是画的 真的好华丽啊 可是我已经完全懂了 她心里在想什么 家人才子 心里想着这个 所以眼睛往外面看 然后再回头看 家里四周 我旁边就有家人才子 所以她说了一句 梅香你看到没有 这屏风上 这些家人才子 一对一对的 好漂亮 好华丽 那么梅香呢 戏里面的梅香 当然除了红娘 这种丫鬟 除了红娘最聪明之外 别的都是笨笨的 就是呼应这小姐的话 那梅香就说 小姐啊 为什么这些家人才子 都会上了这个屏风呢 这可不容易啊 你看就是笨笨的呼应一句 引出小姐的话头 引出小姐 继续往后面说 所以梅香就讲了 家人才子 未甚都上屏障 屏障就是这个屏风 为什么都会被画 或是绣上的屏风 这可不容易啊 画或绣都不容易啊 她这样子引来 呼应这小姐的一番话以后 就引出小姐下面 更多的感叹 针对这个屏风上的 才子家人 有许多的 许多的情绪抒发 于是正代开始唱了 许多支曲子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戏 是一人读 人杂句都是一人读唱 那么这个戏是读唱的人 是正代 所以这是一个诞本 所有的唱都是李千金在唱 好 那么这是李千金 第一个段落的唱 他人还在归房里 看的是屏风上的家人才子 他就开始唱曲牌 先吕这个公调的点降纯 好 他唱说 好 这个曲牌连套的事 我们下次再说 他唱说 往日夫妻溯源仙气 多才义 欠单亲血入平为 真乃是画出个蓬莱义 好 第一支曲子先缓缓地 泛泛地点出他对家人才子的 一个普遍的看法 他往日夫妻 这个意思是一向 往日指的是向来 向来 一向 向来这个夫妻呢 都是溯源仙气 都是前生结定的缘分 夫妻因缘是前世里造就的 好 所以他的婚姻 他对婚姻的看法 对爱情的向往 一开口就这样点出来 向来所能够成就夫妻的 都是前生的溯源 是天宫就注定的 是溯源仙气 好 所以是一个前世的缘分 这是多不容易的事 所以多才义欠丹清 这个欠丹清的欠 我想诗跟词都读过 欠的意思就是请拜托 请托的请 请客的请 请跟拜托 所以欠丹清就是请拜托 拜托什么呢 拜托多才多义的画工 或是绣教 画工应该指画工 多才多义的画工 用他的单亲庙笔 把这种人间的溯源掀起 把这种夫妻的缘分 因缘缘分 这个美好的意思 把它画上屏风 好 所以既然向来 夫妻婚姻 就是人生最美好的缘分 所以我们要请 也要拜托 多才多义的画工 用他的单亲庙笔 把这份人间的情意 画上瓶尾 画上瓶封 真来是画出的藤来意 他这种契合 真的是先进 是人间的藤来 人间先进 所以男女的婚姻爱情 他是用这么一个人间先进 人间蓬莱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李千金在房间里 看着屏风上 成双成对 出双入对的才子家人 他无限向往 唱了第一支曲子 当他看着屏风 向往地唱说 人间的这么美好的一种 结合的时候 那个梅香就在旁边 这个以前的丫鬟跟小姐 都非常非常亲近 所以丫鬟也可以跟小姐 开玩笑 那梅香就在旁边讲 他说 小姐你看着这个微瓶啊 有个主意 你有个念头 你在心动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有个主意 就是你现在在动心 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 你看屏风你在想 你在想 梅香猜找了 你少一个女婿呢 你在想 你什么时候才有 一个才子陪伴 所以丫头不是常常 就扮演这种角色吗 就是跟那个小姐说 我知道你在想 想男朋友 你想想看 换作任何一出戏 就像崔茵茵的 红娘如果跟她说 我知道你今天 焚香拜月 你心里面在响着掌声 崔茵茵会承认 才不会 崔茵茵的感应 一定是什么 吹乱讲 对 因为你会吹她一口 小死丫头乱说 任何一个小姐 都会吹她一口 说死丫头不要乱讲 可是我们这个 李千金不一样 李千金被这个梅香说 我知道 你心里在想男的 他怎么唱的 他怎么回应的 你看下面那只曲子 对 我就是如此啊 然后他怎么唱 他说 我若还招得的风流雨绪 真肯叫肺功夫 学化远山梅 对 你猜着了 我就是在想风流家绪 而且我如果得到了 风流家绪的话 我才不浪费时间了 才不跟她什么举案齐眉呢 才不来那套虚功夫呢 才不做这套 我要干嘛 银河教 银功高照 紧张低垂 汗淡花生 约灭素 梧桐之影 凤双齐 千金两夜 一刻春宵啊 到这边画一个惊叹 一刻春宵 她的干嘛 她讲得好大胆哦 这个文字你很容易懂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是想一个男的 而且她讲的话 不只是说 对对对 她是更进一步的 她是讲说 我得到了 如果得到了一个风流家绪的话 我要掌握这个时间 为什么要掌握时间 因为千金两夜 一刻春宵 才不浪费在化眉 那这些事情上 要立刻的救 这个各位看得懂吗 文工高潮 紧张低纯 下面用一组对仗剧 可是其实意思明白的不得了 汗淡花生 鸳鸯病素 对不对 如同之影 凤凰双齐 就跟她交紧缠绵嘛 对啊 立刻做这件事 哇 好大胆的 你千金啊 所以她就马上就 就唱出来了 然后到一刻春宵 一个大惊叹号 说不要探握时间啊 这春宵苦短啊 一个大惊叹号以后 情绪叠下来了 唉 可是呢 今天没有啊 我今天还没得到啊 可是谁叫我 勤丹枕毒 属经常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风流家绪啊 我今天在这里勤丹枕毒 我的枕头只有我一个人睡 这个字讲得很露骨耶 对不对 我的背情是单人的 我勤丹枕毒 我晚上睡不着 我在属经常 我每天晚上睡不着 一斤了 二斤了 怎么长夜满满 没有人陪我 想要天海不亮 我讲得这么大 你一番话 谁叫我现在确实 勤丹枕毒 属经常 然后下面一开始埋怨 埋怨什么 则则断床颈入 我呼作鸳鸯被 就是说 我盖了这个被子 上面绣着鸳鸯 被子都有个被 上面都有花样 绣着鸳鸯 都说是鸳鸯被 可是才不是呢 因为它只有半床 另外一边是空的 所以这叫什么鸳鸯被呢 它就开始难愿 所以我都希望 怎么样怎么样 掌握时间来 春娇一刻 可是我现在一个人 在属经常 然后这什么被子 还叫什么鸳鸯被嘛 根本就是骗人 那是假的 整个情绪 从那个期待到 跌入现实 然后梅香 梅香是引出她话头的人来 引出她话头以后 发觉这个小姐 有这么大的情绪起伏 梅香就要赶快来安慰她了 所以她还没唱完 梅香就夹在中间 在劝她 她要等老相公回来 就是等老爷 等你爸爸回来 我们赶快寻你们亲事 不就好了吗 可不好也 别急别急 老爷一回来 就可以寻亲事了 可是那个小姐 好像没听见死了 还在那边 南院南南自语 流落的南游别俊 耽搁的女院深归 就说什么 就是一堆 天下一堆 旷南院女啊 我就是其中 最大号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 她就这样的南面 还要 当时男友 别俊 然后单哥的 我们这些女院深归 所以梅香去她的话 她根本就没听到 就自己陷入一个 一个单思了 然后那个 梅香的旁边 不晓得怎么安慰了 说哎呀 小姐你这几天瘦了 小姐这几日 越发消瘦了 然后这句 李千金听到了 她就回应着这句话 今天要去唱 是啊 是瘦了 我未胜 消瘦春风 玉一围 为什么我的玉体 消瘦了一圈 为什么你说我瘦了 对呀 为什么会瘦了呢 我没生病啊 又不曾染病疾 我也没生病 可是迎新来 迎新来就是近来 最近 我没生病 可是迎新来 近来最近 我宽吞了旧十一 她最近的疲爱 都觉得松了隔了 她怎么回事呢 她梅香说 夫人道 小姐不快时 小姐就是身子不舒服的时候 你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不痛快的时候 少做女工 胜服她要 多服她要 你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你就少做针线活 就多喝点汤药 休息休息 你看这个梅香 你出话头以后 变得很尴尬 所以一直没话讲 就一会儿说 哎呀老爷回来 给你寻个亲 你别急别急 然后又来就说 哎呦 又想岔开话 别说你瘦了 然后就说 夫人说了 你多喝点汤药 她就很尴尬了 一直用别的话在想 想让那小姐 不要再想这件事 可是怎么说 都是越发的 触发的那个小姐 想婚这件事 所以讲到瘦这件事 这小姐就来说 我没生病啊 为什么最近 这个皮带 又都弄紧一格了呢 那么梅香说 你多喝汤药 夫人说的 那么正在又接唱 喝汤药有什么用 我害的是什么病呢 我害得来是 不疼不痛 难医治的病 我即使吃了些 好茶好饭 也无滋味啊 所以你说我妈 叫我喝汤药 根本没用 我害的这个病 这就是相思 单思病嘛 所以吃药有用吗 才没有用呢 所以我害得来是 一个不疼不痛 难医治的病 那么我即使吃了些 好茶好饭 我也不觉得有滋味 那么我每天 跟什么似的 我每天好像 周中在着倩语魂 天边盼着知语期 你看她用了两个比喻 都跟爱情有关的 后面这个比喻 各位都知道 天边盼之女期 我就好像 每天在等着 七月七日相会的 牛王之女一样 所以我每天在等着 等着爱情 我用前面那个典故呢 各位可能比较不熟 就是我又好像 周中在着倩语魂 这个是倩语离魂的 一个故事 也是当时流行的 一个圆杂剧 当时流行的圆杂剧 不是白胡编的 另外一个人编的 叫倩语离魂 她讲的是 是一个 这个故事可能 各位也都听过 就是那女主角的名字 就叫倩语 就是一个叫千金 一个叫倩语 这个名字都很难听 所以女主角的名字 就叫倩语 就是那种很熟的故事 就是也是跟一个男的 指妇为婚 后来那个男的 家道中落 然后来求这个 到女家 到岳父家来 希望来完婚 然后她好得一点钱 上京赶考 结果这个岳父 就是倩语的爸爸 就贤语爱妇 就要退这门亲事 可是倩语舍不得 所以呢 倩语就一直希望 能够救济这个 穷书生 资助她上京赶考 可是她的父亲 贤语爱妇 就一直不愿意 就把那个男的赶走了 那男的赶走了以后 这倩女非常着急 就生病了 然后一病 就躺在床上 然后变植物人了 可是事实上 她的灵魂就出去了 灵魂 她的灵魂离开了 她的躯体 就跟着那个男的跑 所以这一点 就是那个男的 上京赶考 然后忽然有一个女生 追过来 然后男的问她 那你是谁 而且我就是跟你那个 直付为婚的 那个倩女 那我爸不给你钱 可是我给你钱 而且我陪你去 陪你上京赶考 然后那个书生很高兴 所以小姐多情又多惊 就带着这个女孩 一起上京赶考 一考就考证证语 然后两个人穿着 凤冠侠批 从京城回 回来 想要在她岳父面前 骄傲一番 就回到家来 那个老岳父跟岳母 一看都吓一跳 怎么这个女的是谁呀 怎么跟我们床上 那个植物人 长得一个样呀 就是跟我们女儿 一个样 然后就看着这个穿着凤冠侠 撇着倩女 走走走 走到那个床边 然后魂魄就 就身体就附上那个魂魄 然后床上植物人就醒来了 然后就是倩女离魂的故事 然后她才知道 原来她追求爱情 追求到躯体都离开了 魂魄都离开了躯体 去追着那个男生 上京去了一趟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 倩女离魂 讲的也是对爱情的 不放弃对爱情的冲 冲破了礼教的凡理 然后去追逐爱情 所以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出戏 也是一般流行的民间的故事 所以这里呢 这个编剧 就让这小姐唱着 就说我每天我是生病啦 生的是这什么病啊 不疼不痛的 吃好尝好饭也没有用 我每天就是在这边 好像中中在着倩女魂 我想要追寻一个东西 可是又没有一个对象 我就好像天边盼真语期 真语每天要等着牛郎来 可惜我没有牛郎 然后这段日子我怎么呢 这些时我困疼疼 每日假贪春睡 这个家庭的家 每日假 家庭的家是个语尾注词 每日假 每日假 就是一个语尾注词 每日啊 这个意思 每日假 念个亲生 每日假贪春睡 你看这些时困疼疼 每日假贪春睡 就是我每天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 昏昏沉沉的 就想 这个白天就想睡觉 那每天过着这种 昏昏沉沉的日子 就是我心里在追求一个东西 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 那女孩子都该做针线活 可是我呢 我这么没精神 我只有看时节针线强收拾 什么叫看时节针线强收拾 就是我看看每逢到家节良辰 我努力的勉强的拿起针线 要应应景 要做作活 所以看时节就是 每逢到家节良辰 我为了应景 好像端午节要绣香包 中秋要绣什么东西 所以我看到良辰节日 为了要应景 我勉强的拿起针线活 可是我又怎样呢 紧接着唱下面一支曲子 所以前面这支曲子 《游胡卢》 是紧接着唱下面一支曲子 天下乐 虽然是两支曲子 可是那个词的意思是衔接的 就是我每天昏昏沉沉 困沉沉沉 每日将看春睡 碰到特别的节日 我会为了应景 会看时节针线强收拾 勉强拿针线 可是我可便提起东来 忘了息 紧接着下面一句 可是我却是这样的 我好像要努力做针线活 可是提起东又忘了息 丢三纳四 还是精神不能集中 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这样的 你说怎么办呢 然后梅香又赶快劝她 所以梅香急得不得了 不断地在劝她 或者是埋怨她 你看接下来梅香就埋怨她说 昨天有几家来问亲 小姐不语怎么 你想结婚 那昨天不是有好几家来提亲吗 你怎么不去跟你父母说 我老爸我想结婚了 你怎么不说呢 所以梅香开始就讲说了 你小姐不语怎么 你怎么不讲话呢 那人正在那间的唱 咱宣堂 宣堂是母亲 母亲对吧 春宣并茂 春是父亲 宣堂是母亲 咱母亲 我母亲啊 对昨天是有人好几家来提亲 可是我的母亲怎么样 又去着面皮 我妈妈盯着我的脸看 人家来问亲 我妈就会问我 我妈盯着我的面皮 盯着我的脸看 你想想看 我能说 要要要我要结婚吗 不好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梅香一定要埋怨我 所以她讲的是 你想想看 咱宣堂是去着我的面皮 智如个穷人家女孩儿到十六期 智如 智如是即使 和即使 即使 即使 即使是一般的穷人家 一般平凡人家的女孩 长到了十六期 或是谁家来问亲 哪家来作媒 你将女孩儿羞答答说圣礼 这个语言非常白话 就算是平常人家十六期的女孩子 或是用谁家来问亲 哪家来作媒 然后妈妈盯着她的脸问 你想不想结婚啊 这女孩儿会一直说 要要要我就想结婚 想嫁出去吗 当然不可能 平凡人家都不可能 何况我一千金 我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所以你怎么会问我这问题 你怎么会说 昨天谁家来问亲小姐 不语怎么 我当然在人前只能做得怎样 好了 你看这几只曲子 已经把李天津 这个迫不思 这个叫什么 突然忘了那个成语 就是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地想要结婚 就被他吓坏了 迫不及待想要结婚的一个性格 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了 观众知道 他是这样的一番心情 所以观众已经完全了解他了 好 然后推展到这里 梅香更尴尬 梅香引起了话头后 实在是怎么说都没有办法 让小姐从这个迫不及待 要嫁的念头中抽出来 所以梅香只好转换话题 梅香就说 别想了 今日上市 今天上市佳节 王孙氏女宝马相居 都去郊外 晚上去了 我们两个没办法去郊外 后花园走 可以吧 咱们两个去后花园内 看一看 好你看 梅香转移话题 转移情境 希望小姐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所以下面就开始 他们两个人去游后花园 好 前面这一段 前面这几支曲子 从正代出来以后 唱的第一支 仙女这个轰掉的梅香唇 接到第二支混江龙 再接游狐狸 接天下乐 总共这几支曲子呢 是一个小段落 人是都在台上没有下台 所以并没有分场 可是这个情节上 有一个小段落 前面这个段落 就是唯凭观画 好 就是在看屏风上的画 前面就是观画 看画 然后引发出的 她对爱情的向往 好 你看这个女主角正代 唱了这么多支曲子 通过唱 通过唱词 再加上歌声音乐的渲染 观众对她内心的情绪 完全了解了 观众开始认得 哦 李千金 她心里想 开始知道李千金 心里想的是什么 开始了解李千金这个人 是怎样的一个女孩 然后接下来 观众才能够进入这个剧情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传统戏曲 塑造性格 塑造人物 刻画性格的方式 好 很特别的 传统戏曲怎么样 刻画人物性格 怎么刻画性格 怎么塑造人物 它是用唱曲 直接告诉观众的方式 好 用我的唱词 直接唱给你听 用唱曲 直接告诉观众 我想什么 我的情绪是什么 因而我的性格 你就了解了 这跟我们今天的戏剧观 不太两个 我们今天对于 看电影 看舞台剧 你觉得你怎么去认得 一个人物的个性 那个编剧一定要 给这个人物 面对一些事情 最重要的主角 一定是碰到什么事 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反应 下了一个什么决断 才显现他的个性 因为今天的电影 或舞台剧 都是这样的原法 不会是有一个人 出来对着一幕说 我是一个急迫 想要嫁人的人 不是这样直接说的 他一定是碰到什么事 然后用眼神 或者用对话 或者用他的决定 来他的抉择 来展示他的性格 可是传统戏曲不是 你想给千金 从出场到现在 有事情发生吗 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他就待在闺房里 跟每一小两个人 说话 然后就看看话 就把他的个性 全盘拖出了 可是这个拖出的过程里 观众在享受 视听的娱乐 就这个过程里 观众是在听他的唱 观众来看戏 有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为了听歌 看声段 所以观众听他的唱 然后同时了解 这剧中人是什么人物 所以这是传统戏曲 刻画人物性格 塑造人物的一个方式 不一定通过剧情的转折 这现在什么时候来发生 可是我们已经晓得了 李千金好想家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的 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 是唯凭观化 然后接下来 梅香提议 我们去游园 去后花园游园 好 然后你看正在说什么 好啊 去游园 然后他说 梅香 兼着 就是拿着 带着 拿着带着 带着植墨比验 咱们去来 这句话很不料 我去游园 我为什么要带文房四宝 去 为什么要带着这个 这句话很有趣的 其实 其实是为了方便 为什么 因为他游园的时候 后来碰到了那个男的 然后两个人要提诗正答 提诗 如果到了那一刻 如果他按照常理 就是我就要去游园了 然后有后花园 然后我站上墙头 哎呦 看到外头那个男的 然后我跟他提诗正答的时候 后来想到我没有比 没想到你回房间 去拿文房四宝 如果不这样 这个剧情很难 那来不及了 那男的说不定的走了 对不对 等你文房四宝拿回来 如果太词了 会不会怎麽 再来不及了 再来不及了 我没想到你 其实是biau 我让她就想到你 这些路下 跟 serait货币 这些路下 这些路下 又来 现在